新月幸福乐 你是开心的 你是幸福的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 欢迎听众朋友又到空中跟大家见面 然后很开心的想跟大家介绍 自由之秋出了一本 我觉得是用很美的字眼 来形容这本书 就是在生命的绽放处 然后是阿提亚湘体的第二本书 然后听完这一个广播以后 你一定也要去看第一本书 因为第一本书也是相当精彩 然后他们也很开心的 这一次请到自由之秋的总编 那个习芬来跟我们分享 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星您好 我是自由之秋的总编习芬 是 为什么会想选他一系列的书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 就是还看蛮多这一类灵性的书的 那这个阿提亚湘体 他其实在台湾一直没有翻译出 可是他在国外其实 大概从2000年开始吧 就陆陆续续有一些书出版 然后我就是先看到的原文书 我觉得他的内容 跟我自己的内在的一些想法 或我自己的一些对灵性上的理解 还蛮契合的 而且因为他我觉得是美国人吧 他有点他不算是纯佛教 就虽然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是从禅宗体系出来 但也不完全是印度的不恶论 他有点融合了自己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灵性体验 然后再加上说 美国人的一些 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些观点 他甚至还融合了一些 包括耶稣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概念 在他的那个思考里 我觉得还蛮适合现代人 就是说进入灵性的时候 可以去作为他的一个参考 所以就很开心的 就一下签了他的四本书 所以接下来还有第三本 第四本就对了 那就是去年我们先出了空性之舞 空性之舞其实在美国 不是他第一本出版的书 但是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书 就是说算是把他比较 他自己比较完整的一些 在灵性上的思考 还有他自己的体验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 那至于在生命的盛放处呢 是他这一系列书里面 其实是最新的一本 但是我觉得他这本书 出的利益很好 就是说他写了很多本书之后 就有一天 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就觉得说 因为他开了 他也开很多课一页 也开很多工作坊什么的 他们就突然觉得说 因为每个来体验上课 或者是看书的人 每个人的那个程度不一 但是他们很想要让一些 可能是你刚开始想入门 但是你又不知道 该怎么去进入的那个人 可以又给他们一个 好像指引书这样 所以说编辑是想要 希望说能够做一本 让灵性的初学者 可以阅读 但是呢又要不失深度的书 对 就是说因为要融合到 阿湘提他自己的一些特色这样子 那我觉得阿地阿湘提他 讲得很好 就是他有一天就突然领悟到 他就跟这个编辑说 他觉得他编辑提出来这个意见很好 特别是呢 他在他自己的那个跟学生的互动中 他发现说 其实啊他发现说 越简单的东西 越基础的东西 其实通常他具有的蜕变力 是最强大的 那也因此他认为说 这个简单的东西 容易的东西 好像是最基础的东西 让灵性初学者进来的时候 先去思考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对于已经在灵性圈非常多年的人呢 他一样 如果说他一直在那边打滚 但是就还是走不出去的时候 其实他反而更应该要重新去看一下 那个最基础的东西 是 最原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这时候呢 他的蜕变力量 也许有可能是对他来讲是最大的 是 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那个前提下 做了在生命的胜放处 他原文书名词叫Falling into Grace 那执意就是说落入恩典之中 这是他最新的一本书 嗯哼哼哼 对啊 就是那个啊哈的经验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每一个人都梦寐以求 希望能够那个 是 所以我看你那个书的封面就是 当你真正看见痛苦 才有力量放下 对啊 特别从这个字 我们开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那个 阿迪 阿迪香他在谈这个是什么 他其实是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嘛 就是说为了要让灵性初学者 他能够认识或能够进入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不管你是不是 就是对灵性修行有兴趣 或者你是会偶尔看一些 大众心理学的书 说实在话 大家一般 你会想要去看一下心理激励 或者是心理理智的书 都是出于 你感受到了痛苦 对 对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 有时候其实是很外在的 也可能 只是现实上的痛苦 工作上的家庭上 也可能是内在的 你就觉得说搞不清楚 自己内在到底发生什么事 就是觉得很困惑 或者是很忧郁什么的 就是很多人 他会想要踏出这一步 都是出于 想要解决他的痛苦 其实是很多灵性圈的人 他们说我们要灵修灵修 其实他也是出于说 他想要 躲避他的痛苦 对 逃开他的痛苦 是 所以说呢 就是各种 不管是你各种形式样貌 那阿里亚相提认为说 其实受苦是所有人的状态 是 也是我们最想要逃离的地方 嗯哼 但是呢 我们做的方式 常常是在逃开他 对 就是说 所以我们会受苦 我们不是只是去体验痛苦 而是在受苦 才受到这个苦 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开他 逃开他 嗯哼 对 那阿里亚相提的作者呢 就是从这样的角度 来告诉我们说 对 你在推开他的同时 其实你是把他锁入到 你的那个内在里面去了 对 其实你是 可能某一方面 你距离他更远 因为你看不见他 但是他会一直在里面 嗯哼 所以说他 呃 提醒每一个人 就是说你可能要 你应该要去从最基础的地方 对 去看见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 嗯哼 那当然书 他的书全书 哦 就是十个章节 他大概是用这样 循序渐进的方式 一刚开始呢 就是来告诉我们说 是 呃 什么叫做痛苦 什么是受苦 哦是 对 对 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 来去 你先 起码要知道什么是苦嘛 对 你才会知道 要怎么去放假他 给他先介绍所谓的苦是什么 嗯哼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对他自己的苦的一些看法 对 但其实你苦的形式不管有再多种 嗯 某一方面来说 他其实都是因为我们 相信了我们头脑里的思想 头脑里的思想 你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来自你的想法 是 对 你相信那些想法 你有各式各样的那个要求想法 嗯哼 甚至阿湘提在书里面 阿天阿湘提也说 比如说受苦有几种形式 是 他举例比如说控制 对 我们总是想要控制 控制别人 控制自己 控制事情是安排好好的 是 比如说 控制是 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这会让我们有一种安全感 是 对 那或者是还有一种受苦的形式 就是说 我们会要求事物要改变 嗯 要如我们所想的改变 就是你不可以这样 你应该要怎么样 然后我要怎样 就是说 我们不但去要求自己 我们也要求别人 嗯哼 要求周遭事 其实也是某种形式的控制 是 或者是说受苦也可能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如是的样貌 嗯 不是如是呢 就是如其所适 对 所有发生的一切 可是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而且甚至大家会有一种很正当的理由 就认为说 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呢 搞不好这个世界不公不育这么多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它呢 是 好 就是说 我们有太多这样子的 呃 让自己掉入痛苦里的一些各种的形式 嗯 但 它抽丝剥茧出 这所有的一切痛苦呢 对 其实都是什么呢 都是来自头脑 对 对 对 一个 我们就是相信了头脑的想法 是 成为了一个分离的一个小我 嗯哼 我们把呃 就是一个虚幻错误的小我当作是 我以为是我们自己 我们去认同了这所有的情绪 还有思想 嗯哼 就是让我们呃一直掉入这样的痛苦之中 是 因为我相信读者或是听众 我觉得一定会会会很好奇的对 但是头脑头脑长在我身上啊 我怎么知道它要想这样子呢 我怎么我怎么知道它会会让我痛苦呢 呵呵呵呵 对啊 所以其实是实际上那个比如说作者阿迪亚相提也会说到说 对你会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会 头脑会产生各样各样的思想 是 然后我们常常做的呢 我们就觉得说对对对我不要让我的头脑再再这么混乱了 我不要再想东想西了 努力坐在这里我来静坐好了 对对对对对 operator 你越这样想的你突然可以发现反乱伸展的最新就更多 是 davidia bijvoorbeeld 然后有些不复的人就说啊 通常他就是要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对对啊 弯端 或者太过努力的人就认为有些人就说有些人不知道 Alpha 或者太过努力的人就认为说我一定要克服他 我一定要背代他 我一定要对抗他 我一定要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管你怎么样呢 其实你都是在推开他 对对对对对 traumatic 想你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 你不要去推开他 你也不要 你当然不用说特别去拥抱他 但你也不用推开他 你就好好的跟他相处 接受他是你的一部分 但是你可以 可能可以试着去 试着去看看说 你真的就是这个头脑吗 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去认同为之 就脑袋里我们有想什么想法 或者我们头脑也想 我们会认为那个就是我们 或者说我的身份就是 这个出版社的一个工作人员 或者我的身份是什么妻子啊 孩子啊什么的 会掉入各种身份当中 可是当你从这个各式各样的身份 还有头脑各种思想 其实你就可以 如果愿意去思考的话 愿意去看一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难道这些都是你吗 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么 一下子是这个角色 一下子又是这个角色 你某一方面你的思想是快乐的 你就觉得说我是个快乐的人 当你掉入了怨恨或者是悲伤的情绪里 你又认为说我是个悲伤的人 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些多边的东西 难道真正是你吗 我觉得阿杰他有点用一步一步的方式 去带你进入去看说 他不是直接把真相答案告诉我们 因为当他不是你自己的体验的时候 你知道的答案也没有用 但他是希望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尝试 去做的事情 就是说你要愿意去尝试接受说 自己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头脑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他认为 因为他想要控制嘛 他希望事情如他所示 所以说他会认为说自己是知道的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就惨了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某一方面就是说 如果你愿意去放下 什么叫做放下头脑的控制呢 就是去接受说 你可能不知道一些事情 当你愿意承认那个部分的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比头脑更大 就是我们整个觉知的背体 也许他就会有缝隙 会有光亮 从那个之中跑出来 让你去看见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本书 就是在生命的帐篷处 这本书就是 那个里面提到的那个小我 你知道吗 有些有些派 有些门派好了 你知道把小我真的是妖魔化 但是我觉得你回过来 读那个阿迪雅的书 你会发现就是 就是他把小我当作 就是不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可不可以请那个喜分来跟我们谈谈 他怎么去谈从小我的催眠 那个书醒起来呢 您说从小我的什么 从小我的催眠 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 对对对对 就是说 其实他就慢慢谈到书中的中间的部分 就是说你先去看见说你受苦的形式 然后那你要怎么样离脱离那个受苦呢 其实对你就是要清醒 人为香水的气味 是 就是说那小我为什么要存在呢 其实小我是来自什么 应该先让读者可能可以先从中就知道说 其实小我他指的就是说 当我们出生之后 接受的教育 不管是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还有整个集体的制约 会慢慢在你的身上建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框架 思想 这些东西呢 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ego 所谓的小我 那我们会把它认为说 这个就是我们 对对对 我们是照着这个模式成长 但实际上 当你仔细去看 你愿意真正认真去看的时候 你发现说 对 这的确都是一些人为的制约 这不是自然的状态 是 这些东西 难道你真正认为说 它是不能完全 它不能被放假的吗 就是如果你愿意去看见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可能是被放假的 是 那它为什么很难放假呢 就是因为小我 它必须去维持那种 维持一种好像漩涡 那个苏东讲的一个受苦之轮 对 或是说轮回 不停的轮回 因为它要那样 它才能维持一个分离的状态 是 就说你必须在分离之下 你会受到它的催眠 你没有办法醒过来 这样子 那它讲的几个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读者去 自己去试试看说 对 当然你不可能 一次 也不是说不可能 当然每个人近缘不同 但是你愿意去尝试 做每一个尝试的时候 你有可能 可以慢慢的 你会去有一些 最觉醒的一个预长 是 比如说呢 你可以去 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呢 你要去体验一个 毫无困难的自己 那这个话说起来很悬 那阿迪亚兄弟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你就是说 当你来到最困难的中心的时候 在那一个沙当 也许你终于愿意放下控制 放下了那个挣扎 放下对抗 当你一切都放下 相信自己说 对 我真的做不到 对 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你去看看 那个最困难的时候 你其实是有一个 毫无困难的存在那里 是 其实那个就是一种 好像慢慢从小偶的意识去 转化转换到一个 另一个全新的意识 那或者是说呢 书中也讲到 所谓的宁静 宁静它指的是说 我们一般讲宁静 我们会以空间上宁静说 不再那个很安静这样 但宁静也可能是你内在的 就是相对于吵杂来讲 也许你即使外在很安静 但是你的头脑一直在 那个滋滋打一直叫 其实你也不在宁静的状态 那特别是现代人呢 似乎又更抗拒宁静这件事 书中很有趣 他就讲到说 他有一次 在路上看到那个一堆的学生 是 青少年 他们放学 一堆人走在一起 可是他发觉每一个人都戴着耳机 在讲电话 讲手机 那个什么 打LINE 或什么的 对 都弄得很繁忙的样子 却没有人在对旁边的同学讲话 怎么会到了这样子呢 那是因为他认为说 现代人呢 就是已经陷入了一种 没有办法真正跟自己 宁静的 宁静的跟自己相处 当然你也没办法好好的 跟多少人相处 你总是把自己弄得很繁忙 是 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已经失去了 好像对宁静这件事情的重视 或者是认识这样子 那如果你愿意从各方面去体认到宁静 其实一直是存在的 其实在很吵杂的时候 即使你的脑袋都是 满满都是思想的时候 你如果不去抗拒你的小偶的那些思想 你不去把它赶走 但你也不去陷入它 你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那些吵杂思想当中 其实是有一个宁静 在那里的 那那个时刻 即使是短短的三十秒 它也可能就是有一道光会 透过那样的短短三十秒 让你去看见说 宁静是存在的 那它怎么会讲宁静的重要性呢 实际上宁静它就是 我们觉醒的一个土壤 可以在那当中 我们有可能会从那里 会慢慢的 小偶它的意识 会慢慢的转化转变 是 其实那个阿蒂亚香妮 它强调的就是 其实那个 就是所谓的 小我它只是一种意识状态 那你回到你最自然的意识状态 也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觉知 或者是人性觉醒的状态 它才是真正的自然的状态 但那个状态并不是说 我们要从小我变成到 觉醒的状态 不是从 就是不是一个好像是 现在我没有那个 我现在是小我 所以我要变到那个样子 而是说 对 而是说 其实这样的状态早就存在了 这样的意识 这样的意识状态 它已经在了 只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它 你没有发现它 对 因为你一直被 就是那种小偶的一些想法 给精英的抓住 是 当你愿意去放手 对 不在抗拒的时候 也许会有一滴一点 慢慢的有一些东西会 会产生出来 对 那你可能可以透过说 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刚刚介绍的方式 甚至我觉得它里面 有讲到几个方式 因为现在很流行 我觉得记得最近出了很多 比如说 灵性书写或疗愈写作 是 对不对 那书中也讲到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 太多痛苦了 太多挣扎了 太多不满了 是 这些东西都一直在 我们生活中出现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好好理出出去 你说我要安静 我安静不下来 那那个阿西比亚相提 也非常的推荐 大家可以用写的方式 把它写下来 当你愿意用写 而且它会 建议大家说 用比较简短的方式 是 就是说你不用写的 拉一拉拉 但是你可以就 很直接把你的脑袋 跳出来 你就把它写下来 我很生气 我好多的愤怒 气死了 对 你一个一个把它写下来 慢慢去 书写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 把那一团乱 稍微理出一个头绪来 也许在那样书写当中 也会有一个 宁静安静的时刻产生 那也是最近很多 是 这样的 很疗愈写作的书 其实在告诉我们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进入你自己的内战 对啊 或者是 阿地亚相提 也提到一个方式 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说 其实那个 各种的那个思想 头脑的那些东西 它会反映成什么 就反映成了情绪 是 那个情绪呢 它不只是让我们开 就是当我们情绪产生 不只是有 你会意识到说 啊 我现在有生气的感觉 是 我有愤怒的感觉 同时呢 它其实还同时 会在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肉体上 对 反映出来 所以你可以去觉知 当你一个情绪产生的时候 你去把它 就是啊 回正到你的身上 你看看它在哪里 造成你身体的各种紧缩 是 比如说也许是 你心口就一紧啊 对 或者你肩膀就一痛啊 或者你的胃部 就开始抽签起来 是 各式各样的这些 情绪 或者说思想它 影响到我们情绪 影响到我们肉体的 这些运作呢 它其实是 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 可以看得见的 那如果说我们不要去 就是不要去陷入到情绪里 而是去回到 那个它在我们 好像思想复印记一样 复印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去看看 它在身上产生了哪些东西 是 我们去观察 它在身体上产生的变化 但你愿意去看见 那个变化的时候 其实 你就是可以 不再让 比如说你很容易胃痛的人 他其实 他有时候 他不会去注意说 其实胃痛背后 其实是他有很多 头脑的思想在里面 那你如果愿意去这样多做 几次这样的观察 其实你可以去慢慢去释放掉 它 它常常在你胃里 翻角的那一种 能量的一种 好像 熊涡在里面 讨扰的感觉 那这也是一种 慢慢把小偶意识 给放掉的一个方式 是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进行过程 是 因为 熊涡刚才跟我们讲的是第五个章节 是体验情绪的 原始能量 对对对 它会让 让我们可以 可以就是 因为我觉得 有些 有些的做法 就是把小偶看得很 就是看得很 很诡计多端 对不对 好了 你必须要去关照它 然后 当然我觉得 那个阿迪亚讲的方式 我觉得又不一样 你真的是可以进入到 那个境界 所以 所以它里面的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 多多分享一下 它里面在谈 那个 超越对立的世界呢 超越对立的世界 对对对 倒数第二章 它其实 我觉得它 每一个东西 就是你刚刚讲到 超越了对立的世界 其实已经是到 它很后面的章节了 是是是 那比如说 它在前面讲 真实的自主性 或更前面讲 它已经是 当你在 你慢慢认出 小偶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你慢慢走到说 你知道 找一些方式去 面对你的情绪的疏解 然后渐渐的 你可能真的 从小偶的意识 你慢慢来到了一个 比较 清觉知的意识的时候 但是你还是会有很多的 路上还是 还是有很多的路要走 比如说 讲到真实自主性 就是说 你可能必须去 放掉你 即使你慢慢觉得自己 从小偶状态 也觉醒了 可是你可能 还是有很多的 常常会跳回去 你受到现实的一些拉扯 你就会回到 原来的一些状态里面 是 它就是说 其实你还是必须去 继续去看见的一个东西 继续去 每一步都 必须带着 不去抗拒 不去对抗的方式 去走这些路 是 那 至于说 来到所谓的 超越对立的状态呢 对立的世界这个呢 就是 阿基亚湘尼提到 他书中特别提到 那个尼撒加达塔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 印度的一个圣者嘛 那他 他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或者是说 他 这句话 其实在耶稣的话语里面 也曾经有 就是说 你处在这个世界 但又不属于这个世界 对 这可能对我们现在 都还先入头脑中 很难去想象 我不在这个世界 那我在哪里 对 对 那他就 有点在告诉我们说 当你超越了 头脑小我的意识状态 来到一个 比较 绝智的意识状态 但是你还是必须去过佛嘛 对不对 而且你还是 必须运用你的头脑 去做很多的事情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工作同事上的一些互动 但是就是说 你的手脚 你的身体都在这里运作 但是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你的意识 你不是在这样的 好像是一场电影里面 你会越来越觉得说 你是在一场电影世界里面 对 那就是好像是 就或者我们说 它好像是一场幻梦 你非常清楚 你是在做梦的状态 是 就是说超越 就是我们 所谓的对立世界 就是说有 二分法 二分对立的这个世界 但是你还是好好的活在这里 你也知道你该 你会好好跟你的头脑相处 可是你又能从这样的对立状态中 知道说其实这是什么 对 真实的世界是什么 是 对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 我们常常就是很多经典 或是很多灵性都告诉我们 眼前这个世界是幻境 是 对啊 然后我觉得我就活生生的 在这边 我怎么去超越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就好像跟我们那个当头棒 就是说你其实你是可以 可以看清这一切的 的那个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嗯哼 好呢 就是好像我觉得 也有很像大家会说 我们不是 我们要超越那个二元对立 我们要活出那个合一的状态 是 那我们虽然说看到那个语句都非常的美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去用头脑 去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掉 反而掉入到他的陷阱 是 对那所以说 其实阿迪亚乡 你是很提醒大家说 对就是说 你必须去看见那个 所谓的超越是什么 它不是一种 默不关心或者是冷漠 嗯哼 对对对 而是你活在这之中 但是当你可以去 就是用一个比较超然的 呃 意识 而不是去很陷入的时候 你会 你会真正看见说 你自己其实 不只是这个头脑 不只是这个身体 而是比这个头脑 还是身体 更大的一个存在的时候 是 也许那时候你会 你会更清楚看到说 所谓的那个 其实你一直原来是在一个很恶元的思考里面 嗯哼哼哼 那其实这张节就很有趣 他讲到的例子很多是 耶稣的一些故事 是 对对对 就是说 他在这本书里是比较多的 谈到了一些 用耶稣的故事来讲 他的一些内心的概念 是 对啊 我 就是第一本那个空训之舞 对不对 对 就觉得好像是在讲那个佛教的经典 哎 好像越来越不是这样子 对 就我觉得他很有趣 就是他其实在第一本书有提到 就是说 他其实自己从那个 禅宗佛教或者是印度这边 有得到很多的那个 启示和启发这样子 可是他觉得说 那好像佛教里面讲爱的这个部分 比较少 对 对 那他这个部分 在他自己 领袖的过程中呢 他有透过了一些这样子 基督教的一些书籍 给他了一些启发 是 这样子 嗯哼 所以来再来跟我们讲一下 落入恩典之中 我们来 大概简单讲一下 我们来结束这样子 其实他 他这就是他的原本的书名 为什么要落入恩典之中呢 恩典其实 这个字眼就 一般人会觉得 就是非常的那个 天主教基督教的说法 对不对 但是那其实 说实在 那个就是每一个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 或你是什么样的 灵性团结人 我们非常希望体验到的 那也是 这整本书呢 其实我们中文书名 是用在生命的圣方处 某一方面他讲的 也是这样的意思 你也希望来到这样的状态 那你 当你还 完全在小我的意识里的时候呢 其实你很难去体验这个东西 你也很难去追求 或者是说 恩典本来就不是你 不是追求来的 他没有办法去 像比如说 很多人会认为说 啊我就吃在念佛 或者呢 我就每天祈福 是 不停地唱诵一些 每天做中课 对对对 念经 对 其实有非常多的方式 大家认为说 那个 我们就是在祈求 那个恩典的来到 是是是 但在书中呢 阿迪亚相提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些 真正的恩典 它不是追求来的 嗯 当然在一些自然的 大自然的状态里呢 比如说啊 你看到今天的夕阳 非常美 对 或者是说 你在山里面看到了 那个树木的壮观 是 那个时刻呢 那也是一种恩典的 一种大自然的恩典 但其实 阿迪亚相提告诉我们说呢 其实生命有时候 它会用 刚刚讲的那些 是很美好的时刻 可是也有一些 是非常艰难困苦 是 困难的时刻 但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呢 其实你一样可能会 看见恩典 嗯 对 就是说 恩典它 它可能是用另外一种 更凶猛的形式出现的 对 比如说 在若若恩典之中里面 他讲到的一个例子 他讲一个西藏的老师 是 对他们的演讲 就是说 其实那个西藏老师 他当时是因为 好像因为意外双脚步 嗯 不能走动 然后 呃 必须就是 只能待在一个食屋里面 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们大家会觉得 哇 好惨了 好悲惨了 嗯 可是呢 他 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在多年之后呢 反而告诉他周遭的人说 其实他在那个被关在那个食屋里的那几年呢 是 反而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嗯 其实说在他完全不得动弹的时候 对 他反而体验到的那个恩典是什么 哦 是 就是阿迪亚教你提 从这个例子也是来告诉我们说 有时候你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追求 然后花了时间 然后非常的痛苦 是 你可能反而 就一直陷在那个圈圆里的时候 你反而是走不出来 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追求那个恩典 因为恩典的 国内这样的 他其实是一个 对 反而是在你放松之后 是 放走之后 嗯哼 反而是你一切放弃的之后 对 你可能会有 才会有那样子的 是 没错 恩典降临的一刻 所以说他原文说明是用 falling into 嗯 因为那个字 字眼用得非常好 是 你是好像掉入了那一个之中 你不是爬进去的 而是你就是 就是完全 没有 手完全不拉的 你很 很放心的 你就掉入那支 对 这样子 嗯哼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在生命的占番处 然后自由自修出的书 然后今天也谢谢自由自修的 的那个总编 喜芬 谢谢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谢谢 谢谢 拜拜